然後去的點抗現在是4嘛 就是1到4 那第1個是不是 第1個不是 所以跳過去 第2個是不是也不是 第3個是不是也不是 第4個是不是 4 為什麼去的點抗 這個地方I是4的時候 那也就是第4個的名稱是不是第1季 是第1季 那就怎麼樣呢刪掉 他就出現什麼 刪掉要不要刪 刪掉OK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刪掉刪除了對不對 再來的話就下一個 再來新增 再往下 然後再貼上第1月 2月 3月 OK 那這樣的話全部跑完就沒問題了 也就是說呢如果將來呢 各位要按下工作要整個按下去 跳出刪除 全部跑完了 有沒有你會發現1到3月 那也就是說呢 你每一次做報表的時候呢 他會自動幫你刪掉了 如果有存在的話 你再刪掉 再把你把資料放上去 不過呢 這個地方有個 有一個討厭的地方 他會跳出這個東西來 他會一直詢問 那還好這邊只有三一個 可是如果說 將來我們遇到一種狀況是 你有很多工作表 可能有第1季 或者是哪一年的第1季 哪一年第2季第3季 那如果說你今天希望跑個回圈 把那邊的工作表全部刪除的話 那你就遇到這個問題 一直問 假如你要刪100工作表的話 那使用者就要在那邊 按100下確定 確定確定確定 他可能按到最後 覺得 一邊按一邊可能一邊在罵 為什麼設計的人不會把那個 這個關掉呢 OK 所以如果說將來 假如說你不希望 他會一直提 跳出詢問的 畫面那該怎麼做 OK那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地方 其實非常簡單 在我畫面上就有了 其實如果你要把那個關掉的話 就只要在 這個地方 就是在刪除前面的地方 先把它關掉 那關掉的方式的話 就是利用一個叫Application的物件 那什麼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實際上指的就是Excel 也就是說 你要 那我怎麼知道是Excel 其實這邊有個問號 說明裡面都有 裡面都有 所謂的Application物件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Excel本身裡面有一個 屬性 這個屬性就是會跳出那個訊息 如果 印象中應該是 在我開發人員參考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圖形 物件